孔夫子 他有一天带着他的弟子游行在陈蔡之间 陈国跟蔡国之间一个叫做匡帝的地方 结果被一个军队围住了 孔夫子跟洋货长得很像 所以大家把他当成洋货 这个时候军队已经把孔夫子跟他的弟子团团围住 非常危险 但是孔夫子就坐在地上 贤歌不断 他照样弹他的琴 他心不随境转 这个子路很紧张 就跑去跟他的老师说 夫子啊 这是什么时候 您老人家还在弹琴啊 孔夫子说 你坐下 来来来 你坐下 无语辱道 我跟你讲个道理 孔夫子说 我一生啊 必穷久矣 我一直在躲避贫穷 我刚开始就在躲避贫穷 但是我还是躲不了贫穷 我一生不得志 那么我一生求通久矣 我追求通达也很久了 但是也没有办法去成就这个做官的机会 表现的机会 孔夫子他一生当中的官运不是很好 反而他的弟子们表现的比较好 但是孔夫子他真正的好处在哪里呢 他能够真实的看破 他说 我自知天命如此 上天要毁灭我的话 我紧张也没用 上天要把我保存下来 我也不需要紧张 所以他五十而知天命 就是说他把人生真正的参透 当然参透的意思不是你否定 你该做什么还做什么 但是心态不同 我们常说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夕阳不是昨天的夕阳 所以我们应该用一个出世的精神 去做入世的工作 而这个出世的精神 正是你一种智慧的关照 一种空甲中三观的智慧 我们不能够站在生命的角度来看生命 这是很危险的 你要跳脱到佛性的角度来看生命 你要站在比较高的一个点 你一天到晚活在你的身心世界 你会搞得你很痛苦的 因为它变化得很厉害 而它没有错 因为你过去造善业也变化得很厉害 它就是如实地把你的业力显现出来吗 它有什么错呢 人生没有错吗 而是因为我们对它过分地直取 产生我执法执 所以我们跟着它动 这是不对的 它总有一天会消失的 你要有这种心理准备 所以我们叫无助 站在无助的角度来生心 你必须要先脱离你的五蕴身心 站在一个无眼耳鼻舌身意 站在一个无色声相未触法的角度来念佛 你这个念佛才可以成功 这个就是在楞严经当中 它讲出了虚妄的相撞 也讲出了真实的心性 但是它告诉我们一个结论 真实的心性在哪里 就在你的虚妄的心中 所以我们的内心同时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充满了风雨 充满了波浪的地方 一个是风平浪静 没有风雨的地方 看你要站在什么地方 这两个同时存在啊 你一念的妄动 当下就是风雨交加 你一念的回光返照 当下就是风和日丽 所以真旺是不二的 就在你一念之间 一个是生起智慧的关照 一个是心随静转 颠颠倒倒 所以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声相未触法 站在一个无色受想行识的角度来念佛 这个地方是可以找到的 你必须跟你的身心世界保持距离 因为你不能受它干扰的 它就是一个生灭象 它是一个生灭象 因为它是业力所显现的有违法 好 那么我们从空甲中三观 就能够知道跟身心世界保持一个不及不理 不能够执着它 但是你也不能够否定它 是这个心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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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